造型像香草冰淇淋的食材 下锅煮5分钟 手透后一口咬下 才发现里头是不折不扣的豆腐 但口感既像布丁又像奶油泡芙 很嫩然后很像蒸蛋一样 有点像泡芙那些那种感觉 可是是热的 对啊 很特别 蛮好吃的 将冰淇淋豆腐用筷子轻轻化开 一分为二 比鸡蛋豆腐更细嫩 这是台中火锅业者 花三年研发的冰淇淋豆腐 标榜重现日本失传的手工豆腐 小小一颗就要30元 但特殊口感吸引民众尝鲜 让我们想吃吃看 而这一家店在民国80年时 老板专卖麻辣锅成为创举 但以前只有一间简陋的店面 现在从空间设计到店内使用的锅子 融合传统与现代 成为创意特殊餐饮 尤其店内员工总是像这样90度鞠躬 让人印象深刻 台中人对于餐饮展现创造力 还有一家面馆 硬体赤字1200万打造 外观装潢的像咖啡厅 民众吃面有不同感受 面馆调高6米 全区彩开放式厨房设计 不仅卫生看得见 主厨的拉面功夫 就像一场表演秀 而店内菜色选择多 从北方面食到港式餐饮都有 手工宽板面淋上满满的榨酱 这一碗是店内招牌 面馆不只是面馆 从硬体改变 再加入表演 台中人对美食的创意和创造力 一览无遗 TVVS 陈其军台中采访报道 这一碗表演出 最重要的这碗表演出